你看见我的消息了吗 你当年是怎么追到历尽的 你成功的秘诀是什么 这人为什么要来问我 我们很熟吗 你就说一说 我没办法 我觉得你应该懂我 谁懂你了 他嫌弃我家事太高 又说因为我是明星 所以不会和我在一起 现在我退圈了 但是我这个家事怎么办 你到底是怎么追到历尽的 于千凡实在是被他的消息轰炸得不行了 最后冷着脸拿起了手机 打下了六个字 因为我不退圈 于千凡见他终于消停了 轻笑了一声将手机丢在了旁边 盛明夜推开门 满脸抑郁地看着两人 你怎么来了 盛明夜一脸憋屈 要不是真的没办法 他怎么可能会来找这两个人呢 等历尽靠在于千凡的身上 听完盛明夜的烦恼之后 他无奈地说 怎么追女孩 这得问你自己吧 盛公子会不知道怎么追姑娘吗 你之前不可能一次恋爱都没有谈过吧 追人是要用心的 我觉得你在我们面前晃没用 你得去罗豫面前晃才行 丽锦的话音刚落 安墨就将火锅送来了 而于千凡的粥也正好到了 丽锦就将青菜粥放在了于千凡面前说 你吃这个 吃这个伤口不会发炎 好得快 说完就幸福满满地端起了自己那碗小火锅 盛明夜只是在旁边看着 就觉得丽锦不是个人 既然你人都来了 就不要浪费 我们聊聊新项目的进程 安墨 你都可以去掌勺了呀 结果安墨却没有回答他 反倒是一脸浑游天外的样子 安墨 什么事啊 这话给我问你 你想什么呢 想这么出神 丽锦 你觉得死了的人 会重新出现在你眼前吗 我觉得一切皆有可能吧 安墨并没有因为这句话得到安慰 反倒是觉得自己大概是得了失心疯 才会问出这样的问题 他和丽锦说了一声就回去了 还是休息着睡一觉吧 丽锦吃完了火锅之后一抹嘴 倒是想起了一件正经事情 盛明夜 我们今天晚上的飞机回国 你也要和我们一起回去吗 我肯定和你们一起回去 正好我也要去那边扩市场 盛明夜刚丢出去一个炸弹 这个时候也挺关心 国内那边的粉丝的 他切换到了微博这边 盛明夜刷了一下 没有什么过激的评论 一切都还在可控范围内 只是等他退出来的时候 才发现 竟然还有一条有趣的热搜 明晃晃地挂在第一 盛明夜瞪大了眼睛 点进去扫了一圈之后 突然哈哈笑起来 这是 diab热搜索的